同桌一百 同桌一百 祝你考试一百 满意一百 同学们 你们好 我是今天的主角老师谢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 上课 起立 老师您好 同学们好 请坐 同学们 你们有害怕的事物吗 说一说 你们害怕什么 你来说 我害怕小蜘蛛 也害怕蜜蜂 你害怕两种小小的昆虫 还有吗 你来说 我害怕蛇 哇 你害怕蛇 老师也很害怕蛇 其实蛇也是非常温顺的小动物 那孩子们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 有的是怕昆虫 有的是怕雷电 还有的是怕蛇 可是 有一只大老虎和一个贼 他们最怕的一个东西叫漏 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民间故事 题目就是漏 我们来读一读读课题 只有一个字 第二十七课 预备 起 第二十七课 漏 谁能给漏来组词 你来说 漏雨 你来说 漏洞 漏洞 漏洞之鱼 看起来我们大家对这个漏还真的是比较了解的 那为什么这只大老虎和这位贼这么怕漏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今天呢就来学习这篇课文 漏 这样的文章是民间故事 我国的民间故事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 深厚的民族情感 蕴含着英雄主义 乐观主义 人道主义等崇高的思想与美德 给人一知识 教会 鼓舞和希望 有的民间故事 以连环漫画的方式出现 非常有趣 那现在 请我们打开课本 一百零五页 来读一读 这一篇 有趣的民间故事 漏 先来听老师读课文 第二十七课 漏 从前 有一户人家 一个老公公 一个老婆婆 还喂着一头 黑脊背 白胸脯的小胖驴 山上住着一只老虎 山下住着一个贼 老虎嘴馋 一心想着吃这头小胖驴 贼手痒 一心想着偷这头小胖驴 一天晚上 下着朦朦小雨 老虎来了 贼也来了 老虎 老虎用爪在墙壁上抓 贼用手在屋顶上挖 不一会儿 不一会儿墙被老虎 老婆婆说 哎 管他狼里 管他虎里 我什么都不怕 就怕漏 老虎趴在驴卷里想 翻山越岭 我什么都见过 就是没见过漏 莫非漏 比我还厉害 贼蹲在屋顶上想 走南闯北 我什么都听说过 就是没听说过漏 莫非漏 比我还厉害 老虎吓得浑身发抖 贼听得腿脚发软 贼心里害怕 脚下一滑 扑通从屋顶的窟窿里跌下来 正巧摔到虎背上 老虎喂料到房上 会有东西掉下来 心想 坏事 漏捉我来了 撒腿就往外跑 贼栽得晕头转向 一摸是个毛乎乎的东西 心想 坏事 漏 等着吃我里 拼命抱住虎脖子 不敢松手 老虎驮着贼 贼骑着老虎 跑啊 跑啊 累得老虎筋都快断了 颠得贼 骨头架都快散了 跑着跑着 雨大了起来 前边有棵歪脖老树 老虎想 漏真厉害 像粘胶一样 贴住我了 到树跟前 得把它蹭下来 好逃命 贼也想 漏真厉害 旋风一样 停都不停 一定是驼到家在吃我 到树跟前 得想法 蹿上去 好逃命 到了树跟前 老虎把身子一歪 贼顺势一踪 蹿到树上 老虎一边往前跑一边想 终于甩掉漏了 贼一边往上爬一边想 终于甩掉漏了 雨越下越大 老虎被鱼一淋 清醒了许多 想想不甘心 还是要回去吃驴 就转身往回走 贼被鱼一淋 清醒了许多 想想不甘心 还是要回去偷驴 就下树 准备往回走 老虎走着走着 走到了歪脖老树跟前 贼又冷又饿 正在下树 抬头看见 走来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心想 楼又来了 这下我可活不成了 他赶紧往树梢上爬 总嫌离地太近 紧爬慢爬 咔嚓一声 树枝断了 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 顺着山坡往下滚 老虎正走着 见天上掉下个黑乎乎的东西 响声又这么大 心想 漏又来了 这下我可活不成了 赶紧逃跑 下过雨的山坡 又湿又滑 老虎腿一软 顺着山坡往下滚 老虎和贼一起滚下了山坡 浑身沾滚泥水 撞在了一块 他俩对看了一眼 同时惊恐地大喊 漏哇 然后都吓昏了过去 天快亮了 小胖驴在驴圈里 安安稳稳地吃着干草 老公公和老婆婆 从炕头上坐了起来 滴答滴答 他们抬头看看屋顶 哎 说怕漏 偏就又漏雨了 这篇课文好玩吗 好玩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民间故事 孩子们 现在请你来认认真真的 读一读吧 注意 一定要读准字音呢 这篇读准字音呢 读完了吧 好了 我们抬头看 课文非常长 里边出现的词语也比较多 现在我们来读一读 请你能借助拼音 把这些词语读准确 第一行 小鱼 婆婆婆婆 喂养喂养 紧背紧背 胖驴胖驴 贼贼 漏漏漏 好第二行 好不 莫非莫非 厉害厉害 抱住抱住 颠颠 苦头架苦头架 好第三行 小晨晨 沾胖 沾胶 旋风 旋风 纵横 纵横 偏偏 偏偏 苦狼 苦狼 真不错 相信我们大家都对这些词语认得非常正确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婆婆婆婆婆 预备 起 婆婆婆婆婆 喂养喂养 几倍几倍 胖驴胖驴 贼贼 漏漏 莫非莫非 厉害厉害 抱住抱住 颠颠 苦头架 苦头架 沾胶 沾胶 雀风 雀风 纵横 纵横 天天天天天 苦狼 苦狼 嗯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驴吃草的小游戏 看准确 看一看 第一颗草读什么 纵横 主词 放纵 放纵 纵横交错 旋风 沾水沾胶 颠倒 沃墨横 莫逼 莫 муз 墨较 淘 贼 盗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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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贼胆 脊背 脊椎 脊坐 脱 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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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老婆 对不对 这些驴吃草的小游戏 我们做完了 再看一看 在本文当中 要求我们会写的 有这12个声字 大晨晨 第一行读 非常正确 如果声音再响亮点 就显得更自信了 第二行小叔 真好 我们大家都读得特别正确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这么多的声字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把它记在我们的脑子里呢 同时还要提醒大家 在写这个字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呢 快点来看一看 你想给大家讲哪一个字 好 你来说 我要讲的是漏 漏 我是用 我是用加一加的方法 这是漏的 先用三点水 再加一个实体的湿 再加一个雨 就是漏 对 由三部分组成 其实它是左右结构 三点水 右半边你记着 是一个湿 下面是一个雨 好 还有吗 你看看 小博动脑子动得可快了 其他小朋友可不要落后啊 小鱼 我用菜米语的方法 记住了利 利 一个人有一万个工厂 哦 一万个工厂 得用严厉的手段 来管好这个工厂 才能挣钱 对不对 好 利 小鱼 我用加一加的方法 借助利 一个厂子 一个厂子 框加 里面一个万 它就是利 嗯 真好 也不错 其实我们用加一加的方法 可以记住好多 这个可以吧 可以 可以吧 可以 你看这些 都可以用加一加的方法 对不对 对 哎 加一加的方法 可以实际 好多好多的绳子 那咱们看一看 左右结构的字有 陆 好 那半包围结构的字有 利 上下结构的字有 摩 下 好的 这么多的生字 我们的实际方法有很多 其中用加一加的方法 可以记住胖 还可以记住胶 另外我还可以知道 他们两个都是什么偏胖啊 都是月子胖 你看看 这个人就觉得他有点胖了 我们还可以用比较十字法 窗户的护盒 毛驴的驴相比较 历史的历和严历的历相比较 看看他们俩哪有共同点 哪有不同点 容易写错的字 有这个墨字 墨的下面是大 千万记着不要写成天 我们可以用巧计的方法 太阳圆又大 草帽头上带 你能记住吗 太阳就是这个日 太阳圆又大 草帽头上带 大家说一遍 太阳圆又大 草帽头上带 这什么字 墨 对这是墨字 再看这个架 架下面是木 大家不要写成本 我们来看 这就是葡萄架 葡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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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字 是什么呀 贼 贼在这里 你看 里边是横 撇 大家不要多一笔书 不要写成八戒的戒了 这里边只是一个横撇 我们可以给贼来组词 是什么呀 乌贼 谢贼 盗贼 谁没实验 大家可能一读这些词 我们就理解它的意思了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 爬墙的小游戏 看一看墙上这么多字 能变色的 就是我们要通过它往上爬的 看谁的眼睛最亮 大声的读出来 祝词 肉鱼 喂食 喂草 肥胖胖 肥胖 肥胖 胖子 驴 驴 驴 毛驴 猫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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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到谁到谁 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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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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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豺狼 狼豹 狼豹 莫非莫非莫非莫药 莫非莫药 鱼狼 严厉 严厉 抱抱抱 拥抱拥抱 拥抱抱住它 这儿 葡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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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子 打架 对 都是它 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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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水 粘住 我们说的这个左右结构什么旁 那个旁是什么 偏旁 偏向 偏僻 等等 我们这个爬枪游戏 终于帮着这个海星爬上了这个墙 高高的墙壁 真好 那现在让我们拿起本子 在我们的写字本上 认认真真的把这13个生字来写一写 注意 身坐直 脚放平 笔握一寸 胸离一拳 眼离一尺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 词语解释 同学们看到这个图 你就想起了书上的哪一个词语 好 往这儿来看 读 脊背 指的是人或其他脊椎动物的背部 叫脊背 造句 父亲的脊背是女儿的天堂 我们在小时候 父亲经常用他宽厚的脊背 来背着我们上学 放学 玩耍 再来看 旋风 指的是螺旋状运动的风 形容迅疾的动作 本课形容漏 像旋风一样厉害 一刻不停 他一转身 像旋风一样 出了门 表示动作很快 走南闯北 形容道过的地方很多 见过世面 生活经验丰富 本课形容贼 见多识广 但却不认识 漏 造句 这些钱是他走南闯北积攒下来的 走南闯北 然后我们来看这些词语 看一看啊 形容四处闯荡 到过许多地方 大家一起说 走南闯北 真厉害 翻越不少山头 形容野外工作或旅途的辛苦 快点找 大家一起说 翻山越岭 对 翻山越岭 你会很快的 很迅速的找到 形容十分安定稳当 安安稳稳 对 安安稳稳 表示揣测 或者是反问 书上哪一个词语 是这个意思呢 是哪一个词语 谁最先找到了 对了 莫非 莫非 我们把这四个词语来读一读 预备 起 走南闯北 走南闯北 翻山越岭 翻山越岭 安安稳稳 安安稳稳 莫非 莫非 好的 现在我们来看文中 文中的一些词语的 近义词和反义词 害怕的近义词是 害怕 我很害怕什么什么 对 很恐惧 恐怕 惧怕 都可以 你看 恐惧 惧怕 恐怕 恐怕 都可以 准备 准备 应该是什么呢 预备 好 再来说 预备 惊恐 惊恐 恐惧 惊吓 惊吓 都可以 赶紧 连忙 连忙 马上 好 我们要学会给他找近义词 每一个词语的近义词都不是唯一的 它可能会有好几个 你一定要找出跟他意思最为相近的词语 我们再来看反义词 我说黑 我说白 我说胖 我说胖 我说歪 我说正 对 我说惊恐 我说平安 平安 安全 镇定 明白吗 好 下面 害怕和惧怕 预备 起 害怕和惧怕 准备和预备 惊恐和恐惧 赶紧和马上 黑对白 胖 对 瘦 乖 对 正 轻轻恐对 镇定 好 能分清楚吧 能 现在呢 我们快速的自由朗读课文 还要学会给课文划分段落 老师在这里呀 给课文已经划分了三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是一到九自然段 那咱们来看一看 老爷爷老婆婆说什么 吓跑了谁 大家一起说吧 说漏 吓跑了贼 老虎 好的 说漏 吓跑了老虎和贼 第二部分是十到十八自然段 虎和贼偷什么不成 胖驴 偷胖驴不成 反而被对方吓昏了过去 好 第三部分 是课文的十九到二十自然段 老爷爷老婆婆再说 老虎 老虎 全文一共划分成三大部分 我们大家心里边要做到调理清楚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课堂的小演练 将下列搭配恰当的词语和意思用线连起来 我们来读一读这些词语 读 看这些解释 脊背 它的意思应该是什么呢 人或其他脊椎动物的 嗯 脊背的背 人或其他脊椎动物的背部 什么是旋风呢 螺旋状运动的风 对 螺旋状运动的风 什么是走南闯北呢 见过世面 生活经验丰富 对 真好 我们对课文中的词语 理解的也非常透彻 我们再来做一组 相近字组词 我们来看一看 能看清楚吧 能看清楚 好 口头组词 伴 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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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是什么 胖胖 肥胖 对了 肥胖 白白胖胖 户 家喻户小 家喻户小 户口窗户等等 住户 这个是 驴 肥驴 毛驴 胖驴 驴车 好 再看这个 历史 历史经历 历厌厌厌厌 声色俱厌 就是说 很严肃的样子 好了 孩子们 我们把 漏这一课的课文 初步读了一下 理清了条理 也学习了这篇课文的 声字和词语 那下节课 我们要仔细的来学一学 到底 漏 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好 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 下课 起立 老师 再见 同学们再见 请坐